孟爷爷不再带你选心动女生 改玩魔法啦 29日 《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飞现身北京 手拿魔法棒 改当魔法师了 第六套开始了 好嘞 巴拉拉能量 塔萨乌拉 这样 对 然后 魔法能量 变击 好 孟爷爷如此卖力 完全是为了原女儿的魔法梦 小孟同学喜欢小魔仙也有多年 为了支持女儿的爱好 孟飞为巴拉拉小魔仙拉票助阵 在《非诚勿扰》中淡定自若 游刃有余的孟飞 无奈家中游女出长城 面对正直青春叛逆时期的女儿 孟爷爷也跟常人一样 有点hold不住 我觉得症状 这个时期的孩子症状都差不多吧 有的时候不爱搭理你那种 有的时候比如我在开车 我跟他聊天 班上有什么事啊 学校里面什么什么事啊 什么之类的 他爱说的时候跟我说两句 他不爱说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在问 就想上学的路上 不如中间多点交流 有的时候我问的多了 他会回我一句 好好开女车 女儿已长得挺挺欲力 到了恋爱的年纪 对婚恋问题颇有建树的孟飞 对女儿的早恋问题 有着自己的看法 优酷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我是传奇二 我izers他们更好 优优财 Opan Gangnam Style